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于6月3号及4号 举办文化部推动社区营造及村罗文化补助案 互助共好类其中访试 由江瑜馆长带队 邀请叶欣怡老师 许宁珍老师 李昌玉老师 蓝美信组长 许佳琪承办 及本计划辅导团先人长文化工作室 廖宗勋 吴玉平 一同前往执行单位进行现场访试 了解计划执行的状况 那我们从访试的过程 我们知道大概 我们花东有7个互助类 都是依照计划在进行 目前进度都还很好 那非常感谢他们的辛苦 我们部长日前到宜蘭 参加一个设照活动有提到 地方的设照是一直在变动 一直在增加 那我们期望各位可以依照 地方的需求 民众的想法 干部的一些讨论 能够做一些 一说扰动性的一些变化 那我们欢迎各个社区来提案 那尤其是没有提案的 不会写案子的 我们这边有辅导团队 会来教一下 今年度的互助共好类 共有7案获得补助 投入花东地区的 艺文级设造工作 江渝馆长特别感谢 所有执行单位 对于花东社区部落的活化 投入最大的帮助 期待设造之花 可以处处开 台东所在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